今天上午9点钟刚过 蒙特利尔警方便派人进入占领行动示威者 位于维多利亚广场的大本营 开始拆除帐篷 虽然有示威者不肯离开 但警方的清理行动依然以和平方式进行 没有人遭到逮捕 警方随后在社交网站推特上发布了一条信息 对示威者的合作态度表示感谢 在爱德蒙顿 约有40名警员今天凌晨4点钟 进入市中心的示威者营地 拆除了余下的10个帐篷 有媒体报道 三名示威者在警方的驱逐行动中遭到逮捕